王小菲与前妻大S离婚后闹出金钱纠纷 期间风波不断 她曾多次喊着想见孩子 让大S寒假带着孩子去北京 但又突然开直播怒斥大S 称对方以疫情为借口 不让孩子回北京 最近王小菲收到了新的律师函 内容疑似和孩子无法与她共度寒假有关 她因此抓狂并在半夜开启直播 对大S隔空开火 期间更激动地拍桌怒吼 称自己的孩子是北京的孩子 不许他们成为台湾人 直播结束后有网友在论坛发文 还附上了王小菲的直播片段 疑惑地表示她骂台湾人 不就等于在骂自己的小孩吗 而且王小菲一直在争论 自己的小孩究竟是北京孩子还是台湾孩子 这番言论遭到网友吐槽 王小菲算是台独思想吗 应该要举报她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